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巴基斯坦近期针对中国国籍人士的袭击事件 并揭开这背后的复杂原因 最近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吉纳国际机场外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事件 导致两名中国国籍人士丧生 并引发了人们对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人安全的担忧 此次袭击被巴基斯坦当局定性为恐怖袭击 并且已经有激进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中国国籍人士在巴基斯坦工作呢 这一切都与中国的中巴经济走廊CT一席项目有关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这一项目旨在促进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 但却遭到了当地分裂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特别是在资源丰富但贫困的巴洛奇斯坦省 当地居民对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感到不满 并指责其剥削他们的自然资源 此外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相当动荡 激进分子对中国的攻击愈演愈烈 随着抗议活动的增加 当地居民的声音也愈发响亮 他们不仅反对外资剥削 还指责政府进行了数千次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 这一切让人不惊思考 巴基斯坦政府能否有效地保护中国的投资 并稳定这一动荡的局势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近来针对中国国籍人士的袭击事件 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关注和探讨后 近日在卡拉奇的吉纳国际机场外 发生了一起重大爆炸事件 夺取了两名中国国籍人士的生命 这一事件再次将公众的视线 聚焦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上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卡拉奇 一辆载油卡西姆港电力公司 中国员工的车队在行驶途中遭到袭击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发生爆炸后迅速回应 保证凶手必将面临法律制裁 同时强调巴基斯坦的安全和执法机构 将不遗余力地追捕肇事者 然而这并不是孤立事件 据路透社指出 巴基斯坦的分裂主义激进组织 巴基斯坦巴洛奇解放军毕 L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这一组织过去也曾多次 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中国项目和人员 发动袭击 他们的目标是破坏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经济合作 以此达到其政治目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国籍人士 会成为激进分子的目标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 中巴经济走廊CP一系项目 这项计划自2015年启动以来 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促进中国与巴基斯坦 及更广泛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 CP系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巴基斯坦 将中国西部的新疆省与海洋连接起来 这一贸易路线不仅能缩短中国至中东和非洲的路程 还能避开战略上敏感的马六甲海峡 对于巴基斯坦CP一系 则被视为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隐情 尤其在交通能源等领域将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就业机会 然而这些看似双赢的合作计划 却在巴基斯坦特别是巴洛奇斯坦省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巴洛奇斯坦是巴基斯坦是巴基斯坦最贫穷和人口最少的省份 长期以来当地的分裂主义者 对伊斯兰堡和庞哲普省的不满情绪不断升温 原因在于资源的开采和丰沛不均 巴基斯坦政府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镇压这一分裂主义运动 但却事与愿违反而激起了更猛烈的反抗 巴洛奇分裂主义者指责CP一系和中国对瓜达尔港的投资 是对该省资源的剥削 他们认为这些项目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实际利益 反而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 近年来巴洛奇激进分子的行动愈发猖獗 2018年他们袭击了卡拉奇的中国理事馆 2021年 用在西南城市奎伊达的一家酒店外发动自杀式袭击 这些事件无不昭示住他们的决心和行动力 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境内的抗议运动也在不断升温 巴洛奇统一委员会BYC成为抗议活动的核心 该组织致力于为巴洛奇人的民事 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而奋斗 他们指控巴基斯坦当局进行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 并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干预 巴基斯坦军方则对此持不同意见 将BYC标记为恐怖分子和犯罪黑帮的代理人 军方认为这些组织受到外部资金支持 企图挑拨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破坏国家安全 面对这种动荡的局势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项目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据分析人士指出巴基斯坦需要稳定局势 并真正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投资并促进双边合作 此时此刻巴基斯坦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内部的动荡和国际投资的压力 使得政府必须在稳定和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未来的局势发展将如何可能取决于巴基斯坦政府 如何处理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 以及中国如何在此背景下调整其在巴基斯坦的政策和策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巴基斯坦对中国国籍人士的袭击 主要是巴洛奇分裂主义者的激进行为 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巴经济走廊 CPEC带来的外来影响和资源开采的不满 CPEC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往来 这样的合作本应被世卫双赢局面 为何会遭受如此大的反对呢 楚天书 你说的双赢合作可真是双赢啊 巴基斯坦巴洛奇的居民可莫看到什么赢 CPEC虽然表面上是贸易友好计划 但事实上却被视为资源掠夺和地区控制的工具 对当地人来说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似乎更像是殖民室的开发 让他们感到边缘化和剥夺感 谢其器将CPEC世卫殖民工具未免过于激进 实际上 CPEC项目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机会 对于巴基斯坦的整体经济是有利的 这些投资和项目能够创造就业 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是非常现实的好处 楚天书,话虽如此,但这些好处到底留向了谁 多数巴洛奇居民并没有分享到这些经济红利 反而承受着环境破坏和社会不公带来的代价 像英国殖民印度时那样发展铁路 也是说要带来现代化,但却掠夺了资源 巴洛奇斯坦的情况现在很相似 当地人为什么会反感,原因显而易见 谢琪琪,你提到的确是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也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在推进CPEC项目时 应更加重视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权益 合作应该更加包容和透明 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以化解误解和不满 而暴力袭击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只会造成更多的损害 楚天书理论上说的冠冕堂皇 但现实是残酷的 当地人面对的不是合作 而是强权和霸权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期待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真正听取当地人的声音 而不是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 最终,和平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而不是牺牲某一方的利益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句 Worlding介绍给你的青棚好友